请收看《维新世界》 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千坠百变 不便宜 万有天地传世界 传世界 那时候观世音菩萨又来了 又窃述我的口说 你的十万块钱 我不要 我不开庙 那时候我思想 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这一项一顶死定了 所以 他又说再去 愿大 愿大 力大 这四个字 让我 感到忏悔 让我觉醒 所以我在点三十六炷香 再求提供 跪着 再提供 我逃警 求提供 我所求的 若是我的病好了 我愿意承担 天下太平的担子 来修行 让世界能和平 所以我相就 插在提供楼 叩拜 三拜之后 进来提供楼 香 发楼 这整个围起来 香多到围起来 就像我们现在 维新圣教 四十八大院 十六法轮 这一张图 我进来了 在佛前 欢追菩萨 又在 佛堂 借着 谢老师的口 这是你的本愿 好好修 好好练佛 有一天 带着大家练佛 世界就能和平 当然我练心很高兴 我在想怎么和平 观世佛 他又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 又开始了很长 那时候所讲的话语 就用话语讲 讲了很多 一面又欢 一面又欢 一面用 国语 一面用台语讲 所以我 听了之后 非常的感动 又忏悔 我只误了一句话 世界要和平 就是要带领大家念佛 走过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 每一样我都在正道 尤其在 宗教的法语 患辈方面 掺杂 个人的修为 当时观世佛 当时观世佛 也写了 你的三星五行 就是易经 一定要把它 修好 融合 宗教 百家思想 为一如 世界就能和平 遥遥 晃晃的 走过三十七年 我们每一件 都在正道 从七十二年的 一月十五日 三元起家 三块钱 普挂起家 广节三元 一边走 黄产老祖 光匠 开始 下一步怎么走 一步一步一步 一脚印的走 走到三十七年 还有今天的 唯心圣教 世界新兴宗教 这里面 整个的过程 历史演绎 不可思议 目标 就是借助大家 念佛 修行 诵经 将法音 传导到法界 尤其王产老祖 开始了 将唯心圣教 三十一经 现在已经进展到 三十二经 三十三经了 将这个经保 借由 换备学院 院长 袁松 传师 带领 所有的 维心 神仕同修 在传 受 我们所有 有缘的 自同道合 为天下太平的 天命 而 大家一起 来努力 生活一共养 这个都是有天意的 我们不是在这里演戏 演戏没有用 而是要真真心 真诚意的 所以今天 台中道场 的 华会 今天 第三天 圆满了 下午 甘露 失实 那 然后 我们就要 到日本 大阪 道场 新道场的 成立 而且 也要王产老祖 圣像 开光 安坐 我们换备学院 有缘的 同修 一起到 大阪道场 大阪道场 那一点 主持虽然是 原曲法师 来做主持 原家讲师 在那边 护着转法轮 是很辛苦的 但是 这都是天命和天意 和佛意 老祖的旨意 下一趟的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 从台湾 从台湾 隐 隐 隐 然 圣活 天然 圣活 那在 7号 10月7号 开始在 大阪道场 开始在 大阪道场 9 10 开始 我们 深谈 然后 10月10号 我们就 接班 安坐 祈宿 祈宴 龙天 护华 保护 苍生 化解 干戈 习战争 一愿人心 相疼爱 同期 世界 永和平 日本 124位 天皇 圣灵 祖灵 和中华民族 本是天下一家亲 所以当然 我们宗教的修行 我们领到天命了 要世界和平 台湾 树立灯塔 点燃 地站 点燃 在日本 大阪道场 这是我们各位的荣耀 是我们各位的天命 天下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 台湾平安 在日本的大阪道场 成立的法会 对台湾的平安 有相当正面的实质意义 所以我们请台中道场 注释 原意法师 尖丹的 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 与日本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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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燃 生活 共旗 共转 天下太平的法轮 祝福 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 维新贤士 法师 讲师 各界 各界 世 阿弥陀佛 当下几亥年 十月一日 未死 在台中道场 在台中道场 世界和平原点 太极天 殿前 感恩 阔瀉天文 和阔瀉法界 多年来 对于台湾的平安 世界的和平 加持 灌顶 我们 仁新圣教 所有的贤士同修 本着感恩 知恩 和报恩 我们在当下 未死 由台中道场 祝使 元毅法师 为新圣教 所有的 一清大学 法师 讲师 幻别学院 送经法师 在太极天 殿前 香花禽 香花营 栽串供养 已经接近圆满的 三天来的法会 养葬天 养葬天 威 养葬诸佛菩萨 养葬祖师 台湾 祖师 环世音 菩萨 诸佛菩萨的 光降 加持 吻着 几亥年 二月二龙 抬头 三月三天 四福 四月四 金钟响 五月五 正气开 六月六 建和平 七月七 零归新 八月八 八卦新 九月九 万零归新 九龙柱 他的落成 所以这个是 维新正教 三十七年的努力 以此 九龙柱来供养 天威 供养 诸佛菩萨 解冤 世杰 消灾 化解 这是维新 圣教的天命 所以今天 十月一日 法会是延续 台湾平安 祈福大 法会的 姻缘 法院 将在 当下 由 幻辈学院 元松院长 所带领的 幻辈法师 供养 华宝 金宝 财宝 来供养 然后奉送 农天护法 在十月十号 在日本大阪道场 安座 落成大典 将在大阪道场 同样 相发情 相发营 金银财补 共养 祈求世界和平 台湾 与日本 在法界 虚空的 因缘 台湾 的梗宫 就是太极天 太极天 通往 法界 无尽 虚空 在大阪道场 是一个 很重要的 接驳点 所以 在台湾 地区的 法界 尤其中华 民主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 姓氏列祖列宗 朱祖灵 九百一十七位 天主帝王 日本 一百二十四位 天皇 韩国 二百零二位 天皇 朱建灵 以及 五千年来 三千七百六 少数大小战争 黄石 朱建灵 决德当下 仰仗天威 皇传 老祖天威 借着 回心圣教 少有修行 贤智同修 深口意 供养 精宝 供养 法室 宴来供养 所以 所以今天 就请 袁玉法师 到 禅西山 仙活室 天涵 圣殿 公寻 九龙柱 华杖 前来 台中 道场 太极天 地理 宝穴 然后 在十月十号 将这一支 九龙杖 九龙柱 九龙天威 仰仗台湾祖师 观世音菩萨 王禅老祖 玉皇大帝的 池云 九龙杖 安顺在 日本大阪道场 将是台湾 与 日本 太极天 相辉 共转 世界和平法轮 也是 七寿天师 在任序年 七月二十四日 开启南天圣文 的时候 七寿天师 共同来圆满 台湾平安 台湾平安 世界永和平 祝福各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